灣仔落黑道金樂大廈一個單位 星期四凌晨發生大火 兩人死亡 火舌不斷由窗口噴出 消防到場架起雲梯向單位射水 一個89歲男人在單位內被燒照 身邊有一把刀 當場證實死亡 另一個男人送院搶救後不治 附近住戶疏散到地下 其中一個女人吸入濃煙不適 無需送院 涉事單位事後外場分黑 槍框損毀嚴重 消防和警方早上交代案情時說 在現場找到助言劑 兩個死者胸口都有刀傷 確認兩人是親戚 正進一步調查他們的關係 起火原因有可疑 死者一那裡除了有燒焦之外 他在胸口也有2厘米的 被利器割傷的傷痕 而是死者二同樣地 亦是近胸口的位置有1厘米的傷痕 我們是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同時間暫時案件列作火警和肢體廢案 尤其 Luis 確認 因为 危情 心 二